那我就直接開始我這一段 我這一段要講的就是 應該沒人不知道圈圈是什麼吧 就是資料車幣 實務上會遇到的事情 那這個跟上一段比較少人聽 但是跟它有關 就是我們在做我們的資料啊 就是現在越來越講究隱私了 所以可是大家又要用資料啊 可是那怎麼辦 就是做那個資料遮蔽 資料匿名化 這些都是類似的名詞 那所以我這邊點資料遮蔽 那一般常見的就是我現在標題起來 然後弄個圈 弄個星號什麼的 就是讓你一下子看不太出來這樣子 那我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就是大部分都在網上都有 就是我自己是就是從我在台大念博士的時候 就是一路研究資料庫系統到現在 那現在是在國泰人壽服務 主要也是說希望能夠 我是希望能夠做到資料庫技術的普及化 因為不然有時候自己研究這種事情 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所以想說幫助一些 這些一般真的在陷入在資料地域裡面的人 包括我們現在 另外就是我幾年前就是召集了這個社群 也是希望說 我那時候在研究的過程中 我稍微有接觸到一些人 然後就想說 好像大家都覺得這個Postquare這個東西很少人在用 那你就沒什麼性侵 那所以大家都是好像都抱著同樣的想法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再來召集這個社群 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有用 公司有用 你不然你個人還是公司 那至少這市場上是有人有用的 那你就會比較踏實一點 那所以我們這個社群 我自己設定是希望能夠做到 就是我們資料庫的市場 就是這些 大家不管研究 學習 還是真的商務使用 交易 就是它可以做到一個很像的串聯 因為很多人在 其實不只Postquare有這種情況 其他軟體 我們開源社群就是 大家先拋下公司那些雜事 不要想 就是你不要埋頭苦幹 大家可能都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有這樣的研討會 那我們現在已經成長到 大概將近4000個成員了 雖然我們真的發文也不多 但是至少這數字上 就覺得相對於幾年前 就會覺得說真的有人在用 那我們的實體活動從今年開始 包括這個Cost Club 那我也是希望說 接下來能夠重啟這樣子的概念 那下面有兩個我提供就是 就是算是人家的調查報告吧 然後一個是DB Engine 那如果是剛剛有聽過中喜分享那個 就是去年的Postquare是第三名 那它這個是每年每年的所謂熱門度 那熱門度是包括在討論度 就大家有問題要這樣有得討論 那有些沒有人討論的 你用起來就會很害怕 那另外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指標就是職缺的數量 那所以Postquare會在這幾年來 近10年來一直以來都不斷成長 當然以後不知道啦 至少現況來說會覺得說 目前它應該是一個主流的資料庫 而且人才現在越來越充足 以前我剛開始研究一陣子之後 開始接觸產業界 一直到我現在的工作 一直都有人在質疑說 那到底有沒有在用Postquare 那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5月份的時候 Stake Overflow 也有發布 它每年都發布它的這個調查報告 那Postquare在有三項指標裡面 是最好的 就是一個是最受歡迎 它這個跟討論度有關 然後最想持續使用 就是它有一個就是 你已經在使用的人 他是否 他就問你 你已經在使用 那你是否想要繼續使用下去 這個也是最多人投的 因為有些就是你現在在用 然後很痛苦 想要換 換不了 然後另外就是 最想要開始使用 就是我現在還沒用 但是我想說 如果下一個系統有機會的話 我想要換Postquare 也是排名最高的 所以這個排名我覺得都是其次 最重要就是最後一句 就是如果是你個人學習 研究商業使用 其實這個在市場上 已經漸漸變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生態系了 然後那我們接下來進入主題 剛剛有參與到商業使用 他是寫英文的 我是列入我們真的台灣的這個 那我們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 如果你的大方向來說 因為其實實際上我們每一個欄位 姓名 生日這些 車牌什麼的 車牌不是個子 但是他都是需要逐項去討論的 但大方向就是這邊 我紅字先幫他標註出來的 就是他能夠被直接或間接 就是你一般拿到這個資料 你大概就知道是誰 這樣就不行這樣子 除了他列舉的這些東西 列舉的當然就是 一定要當作個資來處理 那我會想說 因為在場的可能都 就是算是偏技術人員吧 那其實這個事情 如果在公司裡面 其實要把它視為是一種 法律的業務 因為其實我實際上在遇到這種事情 就我剛才講的 其實有一個新的資料進來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個資 如果他不是個資的話 那後面我們就完全不用討論了 那也不用去弄那麼多 什麼attention那些module一大堆 不用想那麼多 就直接用 但是一旦涉入了判斷說 這個東西是個資的時候 那接下來就開始討論說 那我要怎麼去處理他的事情 所以第一步就這樣 但是判斷這一件事情 其實幾乎都是法律問題 而不是說技術問題 其實你大概 如果公司裡面真的有實做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技術問題沒有那麼大 簡單一句 就是如果你遇到的 就不要用最安全嘛 可是實際上也是這樣 就是整個在資料遮蔽的過程中 就是要你不要用就對了 簡單來講就這樣 那你要用 要有一定的門檻 那資料mini文化這一件事情呢 他的概念就是 這樣畫了很多個圈圈 他的概念就是 我的就是raw data的部分 只要他要拿去做其他用途 就是交易以外的用途 他就需要做資料匿名化 大方向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只保存一個 算是一個固定的範圍說 這些我不要去動他 但是只要出了他 你不要先問說後面怎麼用 你就是先做匿名化就對了 因為你一旦資料過了這一關之後 風險就瞬間提高 你就忘了做啊什麼的 就直接就暴露在 就是他的風險範圍很大 但是你後面要解釋就很困難 那所以以營業的角度來講說 第一個就是一般人會想到的 就是像我自己現在在金融業 我們最怕的就是被財罰 就這樣而已 罰錢小事啊 現在幾十萬而已 可是就是你會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條罪在那邊的概念 是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比較積極的是說 你一旦做了這個匿名化資料遮蔽了之後 最重要的是其他的部分 就是說一個是你可以積極的使用資料 當我發現我公司有這個制度 也有這個技術在支持的時候 我是其他的同仁 使用資料的同仁 那我就可以大膽去用 因為我不用說幫手幫他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 當然不會是想要去偷資料還是什麼 我是想要用資料去就是獲取業績 可是你如果做什麼我都覺得怕怕的 然後如果外洩你就要把我抓去關 這樣子我怎麼會想要去做事 可是一旦做了資料遮蔽了 這些資料就視為是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 你就會大膽去做 所以一個是接觸 你也減少接觸原始資料 不要再去碰它了 原始資料是交易用的 交易結束 交易不斷交易的過程之中 都產生就是在那邊輪迴而已 另外就是保護其他的同仁 保護其他的同仁 你不要讓它陷入在法律的風險之中 我剛才口語上也一直提到就是 資料匿名化跟遮蔽 其實我覺得現實上實際上幾乎就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定義上還是 我覺得還是大家可以區分一下 一個是匿名化這一件事情 簡單來說就是它沒有辦法 真的理論上沒有辦法回溯到真正的自然人 可是這時候紅字的部分 就是它如果真的我外洩的時候 當然風險最低的 因為你在理論上沒有辦法回溯到自然人 可是現實上其實做不到 現實上做不到 因為我要用資料啊 我們分析資料就是為了找到那些 我想要去可能銷售的客群 雖然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我必須要鎖定在某個範圍以內了 我才有辦法說我已經鎖定這個範圍了 再回去那些原始資料 真正把那些客戶名單撈出來去做行銷 可是如果你百分之百 就是這麼嚴格的話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實際上我們做的資料遮蔽 它是維持一定的可利用性 這個我覺得就是這個整個技術裡面最微妙的地方 所以它又讓你看不太出來 可是你大概可以鎖定哪一個範圍的資料 這樣 所以保持在這個可以使用 但是因為你如果完全匿名的話就無法使用 然後這個通常我們會有兩個環境 就是一個是原始資料的環境 就是我剛才講 通常就是那些交易 線上交易的交易 那這個限制就是說 如果你要操作這樣的環境的時候 通常企業尤其我們金融業 就從銀行法到保險法都有一堆的限制 然後反正一堆限制你看也不要看 就是一直叫你不要去碰它就對了 那唯一的出入就是 出入就是 你一旦做了這個資料遮蔽環境的時候 那個環境我們就可以拿來做資料分析 資料測試 然後一些程式開發 就是先做一些東西 然後如果你一旦鎖定了哪個範圍 以開發來說 鎖定大概是哪些會出錯 如果你的交易環境出了錯 你也不能用這個理由去處錯它 總之就是在那邊做 那你就好好 那你亂改也不會改到什麼啦 那簡單來說 但是要講的就是 因為剛才講那個 它只是取得一個平衡點 所以它實際上還是不可外洩 所以你公司用就 還是一樣你公司用就好 只是說 只是說我不要去接觸到真正原始那個 減少我不小心 另外我之後分享的是同一篇 大概有機會可以上去看這個連結啦 其實去日北話在某種程度上 也只是遮掉一點點東西 對啊 那我們的資料遮蔽 這個我剛才講那個 就是 那我們平衡的 可利用性的平衡 我覺得這個 這一頁算是比較關鍵的地方 就是 因為一般說 那我遮蔽 如果我 像我的名字 我把它三個之後遮掉 這樣沒有用啊 這樣沒有意義嘛 就是你的確是 就是 就是去匿名化了嘛 你們三個心要識別什麼 沒辦法識別嘛 可是 當你出錯的時候 可能有人說 就是有一個辛苦的人 他的資料每次都出錯 對啊 就是你要 你開發的時候 你要能夠有辦法鎖定到這種程度啊 不然我要怎麼出錯 所以 所以你不可能說 我完全去匿名化 所以 一個是說 我的遮蔽後的資料是 難以還原 但是 大概可以知道 它不是一種還原的概念 是 以人的智慧大概可以想像的到 的這種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資料結構 這是比較少人想得到的 就是 就是 你如果沒有實作過 你會想 那 有人就一開始就會想說 那我加密啊 不是有很多 incryption的 function嗎 那我一套下去不是 就是 都看不懂啊 不是 問題是 假設 那我們用hash 就是用md5去hash你的一些ID好了 你的身分證字號 你馬上就變成40個字 可是你的身分證字號只有10個字啊 所以你的 你的 我們的資料欄位大小 那個color本來宣告10個字的 你是不是這時候要宣告40個字了 對吧 那就變成我的開發上 還要特別去設想說 我的遮蔽function會把我的資料變長很多 然後我要去cover它 對吧 這樣就 這樣反而本末導致 因為 我們要遮蔽其實要 還是要維持它可利用性 是盡量不改變說我原來 把它當原始資料用的 這些function的功能性 另外一個就是 也會比較容易碰到 像primary key 這個很常見 因為 那個 有些系統還沒有做這個 它可能用 就是姓名 就當做key primary key 你給它那個加個圈在中間 那些兩個字的 三個字的 全部都difficant 就過不去了 對吧 就很尷尬 所以你在這個 如果這個欄位 它本身是unique的 你也要確保它過去也是unique的 不要 不要 不要真的隨便的 Random啊 什麼 什麼 就直接給它套下去 然後另外緊接著遇到的 就是就贏的問題 如果你在不同的table 使用了不同的function 去做遮蔽的時候 出來的key不一樣 那 你要怎麼就贏 你後面的資料分析 完全沒辦法做 也是一樣是去匿名化 然後你把每個table全部拆散了 就是你會出來 我沒有辦法用啊 那你會出來幹嘛 然後另外就是其他內容規則啊 包括我們的姓名 姓名電話地址 地址通常就是 像地址我們不是都遮後面嗎 因為我們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針對區域型分析 我不要分析你那幾號那沒差 可是我要分析台北市啊 大安區啊 所以你的規則那個格式不能跑掉 幫我後面很難做 所以整個資料操作也不能因為遮蔽而改變 不要說我改了這個之後 我不能印射正常的姓名 不能印射正常的電話地址 E-mail什麼的 所以這個就是可分析 還有視序性的問題 因為你寫區 你最後可能會寫個order by 結果你在測試的時候的order是一個 然後上線的資料另外一套 又變成另外一個order 你整個就完全不一致 所以如果你這個操作是很具有 就持續性很重要的話 那你的方選也是要選好 那我要講這個經驗分享就是像 就是有一些國外的 因為它的像什麼姓名的 都是英文的那些嘛 對啊 我們中文的排序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用他們的方選的話 就會弄出來就會有點怪 然後另外一個範圍 那範圍 範圍就是你的 如果我要分析年齡 生日 這種東西 那你的範圍不對 也是然後分類 這個比較容易想像 然後另外的就是 這個運算可能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套非常複雜的方法 可是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要重複利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盡可能還是選擇簡單的算法 不然你會算不完 因為每一次 假設我這個table也有1000萬筆 你可能每天這個分析人員 他都要匯出一次 那你就哭了 如果你算像 我記得比較慢的像什麼 我們的信用卡加密 是相當緩慢的 所以信用卡加密 通常我們是不會無聊去做 我也不會無聊把它拿出來 就是要有所衡量 他有一個規定的算法 那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姓名 你也不要想 不要那個 我們現在用圈圈信號已經算是 很快的算法了 就不要再用太複雜了 然後另外大量資料 我們可以考慮多段處理 因為他已經不是交易型了 不是交易資料 所以你不要說 剛才說1000萬筆 你可能要算很久 那但是你可以分段算 你不要說 我一次算完要1小時 那你不要每次都固定時間跑 你可以把它拆成12個小時跑 那一段一段 因為對你後面的資料分析來說 差一點點沒 我不相信你的公司業績大到差一個小時會天翻地覆什麼的 那接下來是介紹一下 那個有一些就是基本的遮蔽的方法 那剛才已經就是右邊那邊已經講過 就是我們針對這些最重要就是 這些方法就是基於說 你有什麼目的性 然後維莎可用性 那最後一個就是 資料如果越好用的話 通常就越不安全 因為就是那個匿名性 你好用就表示你比較容易找到縮小那個範圍 它匿名性就沒那麼高 但是它不好用的話 就很安全啊 對 因為你找不到誰啊 對 所以這個剛好是 就是你要衡量的地方 那第一個方式 這個 修動能源 這個就是我 這個最常用 大部分系統都有用 就是我真的去虛擬了一個對應的內容 所以我的 本來我用姓名的這些資料 我直接建立另外一個table 另外一個表 001 0001就叫舊 以後面只要叫做舊的 都代換成0001 然後我有另外一個表 那這個在 在那個 你看到0001 你只有每天在處理的你才會認得 可是你外面的你根本看不出來 要0001 你要歸納很久 對吧 那所以 它無法以單獨 單獨 我單獨看一行 我是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怎麼辦的 對吧 只說它的缺點就是要轉化 就是你有 要記錄你的0001 那個table就變很重要 你如果搞丟了那個 或者弄亂了 你後面的那些分析資料完全全毀 你知道什麼 那如果也不要太複雜 你就一直編一直編就好 不要編什麼ABCD之類的 對吧 然後Generation就是 我們把那個 就是這個例子是用 類似例如年齡 45歲 47歲 那我就把它尾數去掉 那都是40歲 所以你就沒辦法反推它是幾歲了 可是我分析的人我可以根據年齡層去做分析 所以就是40歲以及50歲以及30歲之類的 然後下一個Stata Swapping 就是把兩組資料 或者更多組資料你有辦法換的話 通常是兩組啦 比較好做 對吧 不用花太多時間 反正就隨機找另外一組跟他換 當然你也需要有規則 可以有規 有規則更好 比較簡單 就是10度上的時候 那你如果太 當然就是針對比較多 你有1000萬的資料 你隨便換就很容易混淆大家 但是如果資料太少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做相關性分析 就是他的 就是我把這兩個人的年齡換 以這個Function來說 對吧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說 這個例子比較好 總之就是叫舊的人是不是都40幾歲之類的 就沒辦法做這種相關性分析 但是統計性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下一個是Data 這個Perturbation 這個 他是加入 這個Perturbation是雜訊 就是我把他加入 我加一個公式進去 讓他變成另外一個數字 從數學上就是把他變成 投射到另外一個數值空間的概念 所以他還是維持他有45跟47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的次序是沒有改變的 四十七也會變大 四十五也是變大 然後四十七變大的那個還是比他大 所以你的sort就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他的問題就是 可是我的資料長度會變長 如果我是加入雜訊 通常我的空間就變大 你的 如果你裡面都是年齡的話就沒差 因為就是好了一百多嘛 三位數就很夠了吧 可是如果你的 你的那些資料 是那種天文資料的話 那就可能會超過你的整數空間之類的 對 那你如果統計的時候 你就需要知道說 當初是怎麼樣 就是加入雜訊 因為你要把它還原回來 不然就全部都不准 Synthetic data就是完全的假資料 就是反正你就已經預設好一個模型 可能我們隔了一陣子 就針對原始資料跑一個模型出來 然後反正我不需要你原來資料 我就直接你要擠筆 我就給你擠筆這樣 對吧 這種通常是針對程式設計 就是測試用比較方便 我不用因為我要測試就拉資料下來 那這邊就是講一下 那我們遮蔽的時候通常兩 其實就是簡單的 大家模式都很接近就是 總之就是我的欄位 我針對欄位去定義說 這個欄位姓名 我要怎麼去遮 中間那個字變成圈圈 反正設定好規則 反正三個字要怎麼遮 兩個字要怎麼遮 四個字要怎麼遮 五個字 那我現在原住民的有八十個字 那你要怎麼遮 這定義好給他 然後就寫成一個函數 然後他透過這些工具 你要自己寫也可以 然後有工具寫也 有寫好的也可以 反正就針對欄位去套 看到這欄位 那個資料庫就幫你回傳 這個套完Function之後的結果 要注意要剛才講的 我特別針對 例如我這個身分證字號 因為身分證字號 有一些特殊的用途 就是例如第一碼是我們的出生地 你包戶口的地方 這是分析很重要的東西 通常我們不會把它拿掉 通常會把它維持 然後第二碼是性別 通常也不會拿掉 因為你性別分析是最基本的 然後中間都是序號 中間都是序號 然後最後一個是檢查碼 這些都是可以調整的地方 所以幾個部分 我的Data Type需要跟它相容 你不要太 你變長你就 你就像我剛才講 你就要跟著 然後你的唯一性要能夠保持 然後你的城市在不同的環境 一定是同一套城市走 你不要針對不同環境去設計不同的城市 你玩不玩的 所以這個城市通常他都會寫說 我一個是你的資料本身就可以判斷 就是一個是 然後另外就是 他也不去區分你的城市 例如我的姓名 姓名的城市通常不會去判斷有沒有遮蔽 但是像這種身分子字號 通常就會有判斷 然後它的功能性要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就保留 如果不影響就是匿名性的話就保留 反正你如果看到全台灣這麼多A的 A B的 C的 那保留沒有差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上一場是 它那個是PG Automizer 它那個是 只能說這兩個名字很像 但是是不同的套件 那我這間 我現在稍微介紹的是這個 PG Automizer 這個是Postgrid現行 在官方的套件庫裡面就有 所以你只要安裝進 就安裝好之後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那只是 那個我就不講 不特別講 反正那個也是使用手勢上的例子 總之就是看這個感覺 就是姓名他可以套某個方選 變成假的公司名 假的last name這些東西 然後用法就是這樣 這樣子 那這個比較重要就是 我們在遮蔽的時候 通常會有兩個資料庫在操作 因為我不希望說我的原始資料庫 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是你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說我準備好遮蔽資料庫 然後我在遮蔽資料庫裡面 再做兩個小資料庫 然後原始資料庫先抄過來 然後再做遮蔽運算 產生橘色的地方 這時候好處就是 如果你有好幾個分析資料庫 好幾個什麼什麼資料庫 他可以平行處理 摳出來一次之後 再摳給別人 然後大家平行去算 可是這樣的話 你就得多準備一倍的空間 去做這件事情 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的原始資料庫 稍微比較powerful的話 我就可以一次性的 從原始資料庫算完直接輸出 好處就是 因為你是算完才輸出 所以你這邊如果出錯的話 也不會被人家看到你的原始資料 所以它是完整隔離的 可是這個方式是 比較節省原始資料庫的效能 所以這個是可以考慮的點 但是總之就是不太建議你 兩個資料庫長期的放在一起 因為你很難不設定錯誤 就這麼簡單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有些特殊的需求 真的需要即時性去確認 要去確認也不能說確認 就是有些即時性的東西要操作的話 但是又不需要這麼精確的內容 那你就可以做在同一個 然後用剛才講那個 那個Postquare 去套方權 讓它即時性的動態產生給你 其實剛才上一場 那個它也是動態的方式 它並不改變它原始的資料 但是這個方式是比較常用的 因為它實際就是 這個形式是真的去改變了 在你這邊你其實最後 你是看不到這藍色的東西 你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去破解它 但是如果你設定在同一個地方 你就永遠有機會 有這個bug 有可能的空間 然後另外在實作上 大家可以善用這個 security defined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在遮蔽的過程 實際上這個跟家解密很像 就是它勢必都會有一些 雖然大家用同樣類似那些方法 可是都會有特定的key 這些key在別人使用的時候 你不希望它看到 只有這個方法看得到 那就是這個方法要宣告這個 security defined 那他這個被遮蔽的人 他能夠用這個方法去 產生那些被遮蔽的資料 但是他沒辦法看得到 他也可以看到這個程式 這些都是看不到的 可是他看不到那個 真正存在這個key table裡面的那些值 所以他沒有關鍵的那些東西 可以去破解你 那結論就是 一個是消極的概念 就是罰金避免 另外積極的就是我希望 大家盡可能去使用的資料 資料是有價值的 不是說它不該 就是使用起來不安全 那你就不會去使用 公司沒賺錢 你在遮蔽那麼多要幹嘛 然後盡可能 因為有些 這個in database processing 因為我後來有看到 有些人 他的那個遮蔽的 function 是用別的語言去 就是我資料庫 去call一個外部的審視 再回寫回來 這個 我知道這個 有些是為了安全性 就是我剛才講 因為他不會用這個security defined 的話 他就會想說 那我整個程度都寫在外面 例如我用c寫一個 用java寫一個 掛在外面 那別人就 因為從資料庫程式看不到 可是你這樣 資料庫最慢的時候 就是這個io一進一出的時候 所以你整個處理流程就會很慢 所以盡可能還是把你的方法修到說 我整個流程就是用那些plc 或那些形式把它寫出來 不管哪個資料庫 就是用它內建的那些language去做 然後再依據這些全線使用器去套用這些遮蔽方法 它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為它跟你要怎麼使用是有關的 然後你的系統資源也決定你剛剛我們講那個遮蔽的流程 你怎麼去規劃 然後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減少資料落地 因為有一些情況外洩就是因為 它可能是想說 我把資料先寫到一個檔案 然後call另外一個程式 把這檔案處理完之後 再把這檔案漏到目的的資料庫 可是這個檔案沒有處理好的話 那就是外洩的可能 所以盡可能這些作業裡面都在 頂多就是那兩個資料庫裡面跑而已 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我最前面講的 整個這一件事情其實它是法律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公司沒有資安政策 需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盡可能不要做 因為你可能是背黑鍋的那一個 所以在IT技術在這一件事情上 只是輔助而已 先有一個完整的資安的政策 然後它有法規規定到哪些人 會該怎麼做的時候 然後有特定職位的人 可以去決定這些事情你再來做 好 以上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好 各位有 有沒有其他 有什麼問題 關於資料去識別化跟 就是剛剛說 就是模糊化 我有比較有趣的問題是 譬如說我們常認為 Hash型的加密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本來資料cordinate率很低 譬如說你手機號碼是認證字號 這種可能性不到1億這種東西 那你跑一個暴力法 跑一個Mapping Table 可能只要1TTP空間 幾百Core幾十美金都跑出來 那它在技術上其實一點安全性都沒有 可是我們現行的法規都相信它是安全的 問題是我只要花幾十美元一小時 做個開義它就跑出來了 而且那 那這種脫褲子放屁的安全性 在網路上到處跑來跑去的 的情況 就是它只是人也沒辦法反轉 但事實上它是可以很輕易在 就是我們一直以為Hash會減少它的資訊量 其實是完全沒有 我幫你補充一下 就是我剛才講最後的部分 這整件事情是法律問題 如果法律人認為這是安全的 它就是安全的 你不要去挑戰它 就這麼簡單 就是 再想有法律人嗎 我先確認一下 就是會不會沿上 就是例如說最近 大家有玩那個什麼 有一個The Password Game 大家有玩過這嗎 沒有 就是這個game大家去搜尋 The Password Game 就是你輸入了一個密碼之後 它會放加一個規則 然後例如說你這個密碼沒有數字 然後你就打加了數字 你這個密碼沒有大小 結果大家一直更新那個密碼的安全原則一樣 然後又有特殊符號 然後要幾個字長 然後什麼什麼一直加加加加加 然後你如果把那些規則 越來越難的規則 把它貼到另外一個網站 它是幫你測試 評估你這個密碼它多久會破解 就發現越難的那些反而破解得越快 但是我們的資安規則 就是法律人訂的 所以一旦它訂出來 就只能這樣子 所以我前面才講說整件是法律人 所以剛才講得很好 就是我們有很多資料 你不能把它當作 我的電話號碼不是整個整數領域 它不是這樣 它其實是很有限的集合 所以它一旦測試到某個範圍之下 很快的它後面全部都推論得出來了 所以通常這種像電話號碼 我們就不會用Hash 就是打信號 所以我很明白就是跟你講 我有D幾碼到D幾碼打信號 我也不需要你破解了 因為我就是把它打信號 所以Hash我的經驗上是真的很少用 就是不太會用這種形式 就是電話號碼 因為他們會使用 光以Hash 他們會使用可以檢查 因為他們比較不特定使用 可能大家想說 把兩筆如果還成某個人 比較方式 對 但是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可利用性的問題 就是食物上 像我全部Hash或者全部打信號 那我要做資料幹嘛 所以終究還是 我們作為IT的執行者的時候 先去理解這個法律 哪些是可以有變通空間的 那所謂難度 我覺得不用 我自己的心得是不用去想那麼多 它如果定義得出來 那就那樣去做 那可是如果你定到說 大家還是那個密碼的概念 我有一個政府機關的朋友 他們的密碼規則就很長 搞到後面之後 大家都把那個密碼貼在桌子下面 就變成說你這個資安規則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那遮蔽也是一樣 就是其實如果 但是我們盡可能 我們實作面盡可能就是 讓這方法簡化 然後理解這個法律要求的程度到哪裡 那我就盡量配合你去做 那最後如果會被破解 那我能怎麼樣 反正就是我照著你的話做啊 除非我是那個制定者 我就不會定這種東西啊 所以你要實作之前先問清楚 我電話號碼 你希望用什麼方式去遮蔽 你覺得這個安全齁 你確定這個安全齁 你確定這個安全齁 那我們就做 就這樣 對啊 你還有其他感想嗎 不要瞎做啦 不要瞎做 這個很怕大家瞎做 搞得好像 我這個好像什麼阿鬼人很屌這樣子 千萬不要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那我們就等下 所以這一段就結束 一樣臨時那邊 然後貼紙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